但是真的没有酒店,我们才知道,好不好,我们才知道,所以这是我们能尽所能力的,等我说完,大家再七嘴八舍说,这是我们能够尽自己最大努力在整个全上海找到了最好的给大家住的地方,已经是最好,如果说后面散散有酒店,我们第一时间把大家放到酒店,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你们希望理解我们。 第二点,你们在座的诸位都想回家,都想离开这个鬼地方,都想离开现在疫情下的上海,每个人生活都不像正常的自由的人生活,我们也一样,我们回不了自己的小区,不能跟家人团聚,你们也一样,你们是出来赚钱的,我们是为了工作,大家目的是一样的,但是你们进过仓了,兄弟姐妹们,你们进过仓不是你们想走就走, 就算我今天我们都放你们走,第一,你们没有交通工具,第二,你们到火车站,到小区,你们进不去,你们回不去,而且你们会给这个城市带来非常大的风险。 我们现在能告诉大家的是,你们要在一个地方待够十天,这个十天里面,我们本来安排好了,这个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如果有酒店出来,马上让大家转酒店。 但是如果大家就这样走,你们为这个方舱付出的一切,会被这个城市带往,你们为这个城市做的一些,反而会影响到整个城市的解封。 你们自己评估一下,你们如果这样的,就算你们回到小区,你们敢跟自己的家人住一块吗? 你们敢跟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在一起吗?对不对?